财资大道 林杰盈 何文杰 继续回来就是财资大道 之前预告了我们NBO TV会现场直播 亦有YouTube及Facebook会现场直播 我们的嘉宾就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Hello 等上您好 早上 局长上来很多问题都可以问 包括了国安 包括了一些辩民的措施 特别是出入境方面 先问一下 特首刚刚在上星期公布了第三份的施政报告 大家就说保安局方面都有些重点 其实重点工作方面是怎样呢 或者说说说 在今次的施政报告 可以综合说我们就有四个主要的重点的范畴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是国安加安 第二个就是灭罪应急 第三个是辩民利商 还有第四个就是雪楼香港 或者很简单的讲讲 大家都知道了 安全和发展是了之两亿 安全是发展的根基 稳定是强性的前提 所以我们会持续执行 这个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 这个就是我们国安加安的其中一个重点 第二个呢 因为未来我们也都会在2025年的上半年呢 是推出指引去说明公职人员 如何在履行职责的时间呢 是隔守我们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 那另外呢 也都是要加强我们国家安全的宣传和教育和推广 那第二部分呢 在灭罪应急方面 我们包括呢 就是会完成我们现在的消防安全建筑物条例 也都是包括落实我们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应急合作的工作 另外就是进一步呢 去推展我们在罪案黑点呢 是安装这个闭路电视 也都是包括呢 我们未来将会是就着保障关键基础设施 电话系统安全呢 是做立法的工作 另外也都要落实呢 是联合国打击 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 是关于打击非法制造和反映枪枝 和零部件和弹药的一些的补充的协议书 另外我们也会是加强这个反恐工作 我们将会是引入一个是三层的防御机制的 那也都会扩大性罪行定罪记录的查核范围 也都是会将大家呢 是近期很留意的 伊托米枝 就是太空油的主要的成分呢 是将它联为毒品 那另外也都会推动禁毒工作呢 和呢 是会是做 就是进行我们这个预先通报乘客资料系统的 那另外在辩民利商方面呢 我们包括是优化一些我们人才的北上安排 包括是香港储财公司的外国人员呢 去到内地一签多行的那个签证有效期呢 是增加到最长五年的 另外我们也是放宽了有关于东盟国家 特别是柬埔寨老沃和缅甸的一些签证 和我们会为一些特要的人士 是提供一些一站式的便利 也都会全面取消旅客抵港或者离开新报表 和呢是成立我们新建消防设施 一站式的验收统筹办公室 和新增呢 和我们也都是放宽了在安务院 一些院舍一些高度限制的 那另外呢 在最后在说好香港方面呢 我们包括在中英街的检查站呢 会采用人面变成的技术 另外呢 我们会是重建沙头各校案 我们也都会善用科技呢 是协助执法管理和校市民呢 是提供服务的 我们就着成教主的立德学院呢 也都会是提升到 是举办副学士的课程 那在青少年发展方面呢 我们也都会将我们的保安局 青少年制服团队 领袖论坛呢 是除了在香港和深圳之外呢 今年会加上呢 是澳门的学生一起的 那另外呢 也都会将会是举办多项的 国际的会议呢 包括我们的恒下基督部队 来到最后香港的 那我们听到呢 局长讲了呢 保安局其实呢 都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工作 特别是我们每一次呢 和局长聊天呢 都是讲呢 就是国安啦 这次呢 先讲一下辩文理相先啦 这次呢 怎样呢 是进一步呢 便利回大湾区里面 人才的商向流动呢 看到呢 就是司电报告里面 都有提到 相关的一些签证方面 的安排会加快 当中的目的 或者便利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那这个方面呢 首先呢 首先呢 我们是讲这个南下和北上的人才啦 那 其实 在刚刚过去的 我们呢 就是 就是 加上了一个呢 就是一个 非华裔的 香港永久性居民 那就可以呢 是 拿一个 卡式的证件 去内地了 非常便利 那另外呢 就是 就着一些 这个便利 这个便利 都见到很多 报道访问 一些 就是 外国人啦 其实啦 拿到这个回香证都很配感 就是 很兴奋啦 很多 就是 民间都很喜欢用这个 联堂口岸 那是不是 一次检验 两边放行呢 以后呢 可不可以考虑了 联堂都做到这件事呢 是的 那一地两检 合作查验 是一次放行呢 这个是我们未来 是新建的 一些关口的模式 来的 这是我们的方向来的 包括我们现在的 王刚啦 那便将会 是采用这个 的方式的 那另外呢 沙头角我们的重建 也都在 2025年 会落实这个计划的 那这个会有一个 跨河建的方式 那但是也都会采用 这个是 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方式 那但是你都明白到 是一些 现有的口岸呢 是否每一个口岸 都可以改用这个方式 那有些限制的 那但是联堂匡言围呢 我们觉得 那个地方都比较大 是可以有机会 是可以尝试的 那所以现在我们 和内地相关的 一些部位呢 在这儿研讨 是否可以 将联堂匡言围呢 作为一个现有的地方 去改造这个方式 有没有一个时间表 研究多久呢 就是大家都有些心急的 我想这个也是 心禽离 是 那我们会争取尽快的 这个是 我特本届政府做事 是心急人 尽快 是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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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 有一天 那就是 谢谢 有朋友也有很好的社交活動 希望可以更加簡便 有些通勤式的年輕人可能住了在深圳在香港上班 出現了一批這樣的人 繁繁往來簡便一點也舒服很多 近日有些新聞 前一哥家都被人爆洩 這個爆洩的情況 我以前在西貢做議員 那些村屋都經常有 前警務處長被人爆洩 局長怎樣看這些爆洩案件 香港也算是一個安全城市 我們說的是今年 頭八個月的狀況數字 輕微上升到7.2% 爆洩案亦有輕微上升 這個最主要是一些村屋的爆洩案 當然我們會加緊巡邏 但我想另一個很有效去防止這些爆洩 就是裝閉路電視 CTV 即是在罪案黑點裝 以往很多人 無論是家裡或商店都會做閉路電視 我們覺得政府都可以在這方面在家裡工作 特別是在罪案黑點 因為現在我們都要靠民間 我們不能夠確保民間那些有沒有壞 或者效率如何 你有沒有開呀 剛剛給你呀 對呀 進一刻我們接下來有一個 繼續進行我們裝閉路電視的計劃 其實我們已經在2025年之前 就會完成了 裝大約2000組這些的閉路電視 我們在王國區 開始做了15組 現在大約整體裝了380組 其實效果不錯的 已經有超過30宗的罪案 包括一些嚴重罪案 包括一些行劫 案件都是因爲這樣而破案 我們亦都希望 在完成了2025年的2000部之後 每年大約都可以增加2000到2500部 我們當然要每年去評估 罪案追劑 或者其他各樣的情況 聽到局長說 其實初步都有些成效 亦都打擊了一些罪案 不過另一個焦點就是 大家都要關注著 如何保障公眾的私隱問題 或者治安執法和私隱上 是否怎樣平衡呢 私隱呢 這個我們是非常注重的 所以現在用來裝這些 的閉路電視 都在公眾地方 亦都去確保 是不會拍到一些 私隱的地方的 就算是 譬如是 有機會 拆到那邊也好 我們都會用一些科技 去確保 一定是不會 是牽涉到任何私隱的公眾地方的 還有 會跟上這個私隱條例呢 在我們裝這些閉路電視的地方 是會有些告示的 是 是 告訴你 我們的處理方法是怎樣的 還有這些影像呢 我們不是隨便有人拿得的 我們有個嚴謹的程序 是需要 證明到 我們有案要查 這樣才能夠 這個正正剛剛都是審問局長 是 才能夠拿出來 還有我們有個保存期 一般都是30日 除非是有案件 我們要留下 要不然就會自動洗掉 有一件事 社會應該沒什麼爭議 就是對那些火器 槍枝 彈藥那些管制 司令報告提到 25年會有一個法案 交去立法會 加強有關這些武器的管控 和預防 國家其實都有推動在聯合國的槍枝協議 我們香港在這方面的狀況是怎樣的呢 我們最主要配合 就是聯合國的相關的協議 這就是我們是製造槍枝 其實香港是很少的 沒有什麼 製造槍枝 或者一些彈藥 都要有一些marking 在這裏 確保任何 最中當當 對 最中當當 最主要是這方面 另外 剛才我們講的 資訊科技之下 當然我們現在可以用閉路電視 可以追查一些罪案等等 其實資訊科技之下 人工智能之下不斷進步 其實近年 在這方面一些詐騙趨勢的情況是怎樣的 怎樣透過這些科技可以防騙呢 對於最近期的 我們講一些心危的 其實大家也很關注 今時我們都發現 有這個新的趨勢 到目前為止 相關的案件 我們是有四宗 其實有一宗 都很厲害的 都騙了兩億 最主要是透過視像會議 扮演你那些 高管 高管 又不敢問他幾句 是呀 你給錢 就騙了 還有剛剛 近期 這個月初 我們在紅磡 倒破了一個 詐騙集團 藍白女 都是用了一個 心理的技術 所以 科技當然會幫助 我們的社會發展 但另一方面 都有些壞人 有些壞人 有些賊 用這些科技去騙我們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 宣傳教育工作 讓市民知道 現在有這個技術 其實一直都見到 警方或者局方方面 都有做這些教育工作 其實那個進展是怎樣的 市民其實那個了解程度又是怎樣的 其實市民都開始 是逐步了解的 其實騙案 我們講的有電話騙案 就是猜測我時罪 搞犯官員 接著有網上 有些超連結 接著近期 有些客服 打電話給你 辦客戶服務 一直演變的 包括現在 開千違法 還וח usar這些生技技術 當然 我們都是有預防的方法 所以我們調查 方便會做 這個預防 就是 在目的 任何變 Wyatt 要你付錢 無to 21 即使你老闆也好 先別忘了 我跟你、金額和平時不同 第二 就是有個很新的戶口 你要有警惕 第二個就是 這些生技技術 我發現 你覺得沒有可以 去做一些動作 例如 我們上次也有説 一旅使 手指在面前走過 你會發現手指是穿在臉後面 如果你叫他做一些舉起頭 即是看得仔細些 你會發現是不合理的 這些很可能是用心為奇想騙你 遇到這種情況 你就可能要再用其他方法 例如打電話、用電郵 或者用其他方法去確認是否騙我 大家的認識是很重要 警方做這個提子也做得很好 宣傳的吉祥物是防便子 防便宣傳也是很重要的 鋪天蓋地 還有什麼新招呢 不停在印尼社會發展 還有防便視覆APP 還有就是防便視覆APP 以往是轉數快 跟著是銀行跪位 現在我們將會跪完機 都會加上防便視覆器 基本上就是全覆蓋 當然啦 其實在一些基礎設施上面的 網絡安全都很重要 知道在提升對於關鍵基礎設施 網絡安全保護上面 其實都有些進展的 目標是怎樣 首先我們看回一些外國的例子 或者香港都曾經試過 一些關鍵基礎設施 被華人攻擊 令到你癱瘓 進行一些勒索的工作 甚至目標就是要癱瘓政府 特別在說一些恐怖行為 或者一些危害國安全行為 就是要癱瘓你 包括一些能源 沒有電 突然沒有電信 很大件事 所以我們這個關鍵基礎設施 就是保障關鍵基礎設施電路系統 現在因應其實很多外國人 有相對制的法例 將會推出的法例 其實我們在早時間 已經開了立法會的 保安事務委員會 講了我們那個計劃 相關做法 以及也做了一個全面的諮詢 在得來的53個意見裏 52個都是贊成的 反對那個就是英國的 所謂人權的組織 我們透過這個諮詢 都拿到很多的意見 大部分都是贊成的 另外有些是關注 會不會是境外執法 是不會的 我們再重新解釋 會不會是跟私隱有關 其實跟私隱完全沒有關的 亦都不會是拿你裏面的 一些行動的資料 如果有人告訴你 我要控控你的網絡 這是騙你的 想分化社會的 現在我們已經做完那個諮詢 將那個相關報告 交給我們保安事務委員會 在未來的年底 我們就會把這個法例 拿上去立法會 首讀了 我們希望明年來 可以完成這個立法的工作 看回這些網絡 基礎設施等等 可能牽涉到很多不同的機構 很多不同的自分者 其實在那邊的溝通又是怎樣 其實我們在這個 無論在諮詢的過程之中 甚至在諮詢之前 即我們去立法會 保安事務委員會 去講出我們的意見之前 都做了大量的諮詢工作 包括很多相關的業界 你知我們關鍵基礎設施 只是針對關鍵基礎設施 其實跟一般老百姓 除了保護了你們之外 沒有什麼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就著一些關鍵基礎設施的自分者 已經跟我們進行了很多的溝通和理解 也將他們的關注點 綜合在我們的文件裏面 因為之前有些業界擔心 我會否跌下去 我會搞金融的 定義了我是關鍵基礎設施 金融活動 差幾秒都搞不定 事實上 有一些跟金融有關的機構 都是關鍵基礎設施 但我們也是因應這件事 我們其實有兩個大別 包括一些金融銀行界 還有就是廣播界 本身已經現有一些系統 比如金融界 我們有香港的MA 就會用現有的系統 來規管關鍵基礎設施 因為我們發現現有的系統 其實都已經保障得不錯 只要做一些簡單的修改 就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所以也不需要存在兩套很複雜的基準 所以我們用這個方法來處理 全球都在做網絡安全 就是防範 你覺得香港現在處於什麼階段 其實我們香港是做得不錯的 我可以說 我們在這個科技方面 打擊科技罪案都是前列的 但是當然 我們也不能掉以輕心 特別是 除了人攻擊你之外 就是剛才也提過 其實這些騙案都是科技罪案 所以我們必須不能掉以輕心 反恐 以前說反恐 你覺得是一個實體的 攻擊的 現在是一個網絡的恐怖襲擊 都可以發生的 是啊 你說說反恐的議題 其實我們今次施政報告 都有提到一個 我們會重新建構一個 三層的預防機制 其實我們反恐機制 一包都有的 嗯 但是可能之前會著重應變的方面 就是那個預示之後 我們特首就會統籌 有一個應變機制 我們將這個機制 以前預防不是沒有做 都是有做的 我們不同的部門 或者我們都有做的 但是我們希望 將預防這個成份 現在是提高了 也都是由特首 會有一個獨特委員會 去指導我們 是更加提升了 更加有系統化 進行一個 預防 這個是恐怖活動 防範於明年其實很重要 事件未發生之前 如果能夠防範 對大家都是好事 當然 維護國家安全上面的工作 也都要繼續做 休息回來 我們會詳細講一下 相關的話題 也會講一下 局長知道 沙頭各方面 局長也很熟悉 接下來都會開放 每日旅遊限額的增加 還有中英街未來的發展方向 休息回來會詳細談談 OK 財資大道 林極凝 何文堅 好 繼續回來 《財資大道》這一節 繼續 《NBO TV》是現場直播 亦都提提大家 YouTube和Facebook 《申請財經台》的Facebook 都會現場直播 我們的嘉賓 就是保安局局長 鄧炳強 今天我們是面對面 所以肯定證實 局長是真人 沒有這個心偽技術 沒有的 真人現場 真人的溝通非常之好 先問局長 剛才我們講了很多關於 辯民利商的措施 特別是國家安全 都是其中一個工作的重點 怎樣完善執行機制 和當中的重點又是怎樣呢 其實我們維護國安全條例 生效之後 其實有些相應的權力給了我們 我們怎樣把權力落實 都要透過一些執行機制 舉個例子 對於一些指名的潛逃者 我們可以有些舉措 例如取消他的護照 或者是他的專業資格 這些都要透過一些執行機制去處理 例如一些違反了國安法的 或相關條例的人 當他是坐牢的時間 如果一般的罪犯 可能在適合的情況下 就可能有一些折扣 但是在維護國安全條例裡面 規定了 除非邪教署處長 確訊這個人出來 不會危害國家安全 才會考慮提早釋放 因為這個提早釋放 並不是一個權利 怎樣去執行這些相關的條例 也都是我們要考慮的 當然我們這個條例裡面 也都講了我們的公務員 要在每天執行我們職責的時間 要將國家安全的職責 放在每天執行工作裡面 還有我們都要有一個義務 去協助去維護國家安全 這些做法都要透過一些 例如我們公務員的一些工作守則 又或者是我們一些保安的條例去執行 還有我們都是為了協助我們公務員的同事 如何去落實這個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所以我們將會做一個指引給他們 聽了剛才局長說了國安的工作 特別都提了幾次公務員 其實現在公務員方面 其實都有一個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為什麼接下來都要再說明 或者有些指引當中 有什麼地方是有改進的空間 正正如剛才所說 現在法例裡面給了一個責任 他在每天行使他的職責裡面 要行使這個責任 還有他是有一個積極的責任去協助 當然落實起來是怎樣去做呢 有些公務員都覺得我們都不太理解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指引 又或者用一些例子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是應該留意些什麼 應該怎樣去完善這個工作 正正就是我們的指引的目標 我們大推動憲法和基本法的宣傳教育工作 當然很多局都要做 但我見保安局都核下很多紀律部隊 成立了很多青年的團體組織 是不是都可以深入民間 製造一些尖兵出來 早點認識到我們香港的憲法 是的 就是我們的青年團體 以往可能培育領袖才能 這個方面 我們現在會加多了對於國家的認識 以及對於維護國家安全的理解 只要那些人更多認識國家 就要理解我們國家 就要理解我們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所以這是其中一個重點 包括了我們在八月份 開了一個國家安全戰艦廳 我們最初的目標是一年 就是希望有十萬人來看 現在兩個月就完成了這個 超硬 超硬 反而我自己都去過很多次 每次去到都爭取和市民聊聊天 都理解到他們覺得很好 因為裏面提到一些 當然一些國家的 我們憲法的歷史 但他對裏面提到一些國家安全 他都未想過 原來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原來外國的特務 說明要入侵我們 很多人都不清楚 看完之後 他理解深很多 亦都明白我們國家安全的風險 所以接下來 我們都會進行一些專題展覽 例如就著我們 第十年的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以及我們這個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都有些專題展覽 這些其實都要勢水長流 才能夠伸入人心 還有我們要推廣中華文化 局長可以帶些年輕人去奧菲廟 學習中國文化 你叫奧菲學校 你下次可以去關公關帝廟 其實中國文化有很多精髓 在保安局下面 既然守護著我們香港 我都打慣 給年輕人一個機遇 愛國情懷 你接觸的有沒有一些深刻的故事 有的 因為有些年輕人 其實是未去過內地 很多時候聽別人說內地是怎樣 還說 可能是沒有自由 走街乞衣 那些不行 很落後 去到第一件事 發現自己是港產 是否有點勢 他這種思想 對 買東西吃都不會付錢 都不會付錢 還有現在是 譬如我們日常生活中 他需要用的科技 譬如我記得跟青少年去內地考察 青少年要用洗鼻水 沒有帶的怎麼辦 在車上說 誰知道他們的酒店 手機直接送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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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很方便的 對於國家更多認識 多了理解 也更多了認同感和自豪感 這是很重要的 這是很靠不同的局方方面 無論是教育 以至交流上要多做一些 怎樣推廣 教育市民 國安 甚至可能了解層面 這方面 保安局的工作又是怎樣 有的 其實我們透過幾方面 第一件事 每年有些大日子 包括剛才提過的 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也是憲法日 這些日子裏 我們都有些大型的推廣活動 特別可能有些是星期禮 有些的報操 另外我們跟教育局 都有很多合作 包括學校裏 我們會推行一些 國家安全的上色問答比賽 反應很好 去年也有超過10萬人參加 現在我們剛剛開戰了的賽賽 今年有12萬人參加 透過這些問答比賽 其實我們的學生朋友 包括老師 因為他們都希望校取獎 因為他們會跟同學 老師都會積極的 同學生一起報處 對 講解多些 另外其實 今年我們在網上 我們一向有一個國家安全的網上戰艦 武衣戰艦 我們在這個戰艦裡面 加了一個動畫故事 一個叫做安仔 透過一些生活經歷 帶出一些國家安全的信息 我們會把這個動畫 變成一個實體的書本 希望在學校準一步推廣 還有也希望 利用一些畫劇的形式 帶進去學校 因為其實以往我們試過 在感讀方面 或者試過在青四年更生 不要說不入歧道 這方面 都是用一個戲劇帶去學校 我們發覺反應非常好 嘗試用這個方法 你自己看 剛才你說 可能用一些戲劇形式 帶去學校 有些主題的角色 見到你們在社交媒體方面 都運用得很活躍 其中一個局 我覺得都挺欣賞你們 其實這方面 你們的推進又是怎樣 因為我們覺得 現在要推廣一些信息 要多元化 當然我們傳統 記招 出新聞稿 這些都要做 但我們是要接觸不同的階層 應用不同的方法 包括用一些網上的方法 這個都很重要 而且也要理解到 網上 除了很黑板地說這個信息 都要用一些比較生活化 令到我們的市民 收到訊息之餘 又覺得有趣 或者從有趣之中 不知不覺接收了我們的訊息 我們希望可以在這方面做到的工作 又或者想多些反物登場 應該更加會受歡迎多一點 好像局長帶隊去過沙頭角很多次 夏寶龍珠 專業領隊 處處是旅遊 沙頭角 如何再進一步發展 做到旅遊效果呢 其實我們在沙頭角 在2022年 開始開放碼頭區 到現在 基本上 整個沙頭角 除了是中英街 中英街是一個邊境 我們已經開放了 現在去到那個 因為我們循序漸進 到現在每天 都有3千個名額 所以任何市民 上網申請 就可以去到 基本上 到目前你講 3千這個名額 是足夠的 沒有試過 是爆棚的 也希望透過開放這個地方 讓多些市民去看看 一個這麼漂亮的地方 包括沙頭角 其實我們還可以坐船去外島 還有對於我們 香港的歷史 國家的歷史 是多一些的了解 接下來就是 其實是中英街 雖然目前 一般市民 不能夠過去 但其實我們 暫時可以遠望 特別的人士 例如他本身 真的住在中英街 又或者他有個需要 是要去內地做事 或者是內地住的 我們都有些特別的證件 是給他個中英街的檢查站 以往就是很簡單的 有一個大的 一把大傘的檢查站 我們覺得就不理想 第一就是對同事 也不理想 第二就是對市民也不便 我們是利用科技 在今年年底前 就會有一個正式的檢查站 而我們也用了一個人面識別的科技 就是說不再需要出事的證件 走過去就會 會偵察到你 原來你是有證的 那你是常駐居民 是常駐居民 我們首先就是用這個科技 這是一個起點 我們是希望這個科技 能夠在不久將來 引用到其他真正的關口 例如河吐區 因為我們河吐區 到時候特定的人士 是可以過關的 也可以引用這個科技 去便利市民的進出 至於你說中英街 能否再進一步開放 首先我們要明白 中英街 不是一個關口 這個並非一個關口 但是 但是對一般市民來說 很實力 都是保持一個開放態度 整體來說 當然我們在保安方面也要考慮 因為你入了中英街 如果你是 不是本地居民 又沒有相關證件 你走多兩步過去 便會留在別的地方 還有你是沒有證件 還有舉個例 如果是吵架被人推崩 掃描法例 那你就會不斷發網 這也不是我們願意見到的情況 所以我們也要仔細考慮 但這個這麼特殊的歷史故事 可以將來成為文化遺產 處處處處理由 要出入境便利 保安局也有些新措施 對於外國人入境 是否也要簡便 因為現在也要開拓更多客員 和便利旅客 這方面其實是保安局的工作人 是的 剛才我提過 我們有柬埔寨、魯窩和面田 就會優化了 放寬了他們的簽證 其實另外我們也有一個新游 這個就是針對一些特殊人士 提供入境便利 我們第一階段 也會找東盟的國家 過往這些人士 無論你是什麼人都好 都要經過申請、簽證 我們可能要一些相關的資料 例如一些財務資料 因為我們都要平衡風險 如果來了便做這個 明顯反省請便會為香港添上很多問題 但都要留意到事實上都是有個過程 有些人士 譬如舉例 這個是當地的商會 或者投資很大的人 這些我們不會有個風險 但是由於我們以往的程序 我們都是要照程序去做 可能都會有些流程 所以我們就會有一個新的方式 就是對一些特殊人士 就是我們特別一些局 譬如我們商經局 或者是創科局 這個人 是對於我們整體香港的經濟方面 供應很大的 亦都是知名人士來的 投資的 那就會有一個特別的方式 有一個特別的尊貴 一閘性幫他處理他的簽證 以及來到這裡 都可以用我們一些特定的通道 類似APEC 便利了這些人的出入 希望可以為我們香港的經濟 可以增添動力 那普通旅客 那些寫資仔 是不是都有些放寬呢 剛才我也有提過 我們這個出入境 叫填報這件事 其實我們已經 剛剛在施政報告宣佈的日 已經是取消了 方便了 那為什麼呢 其實這個就是正正 是配合了我們 現在是有一個API 就是說乘客 如果是坐飛機來的話 要預先有一個通報 其實這個是一個 國際民衡規定來的 我們終於落實了 那透過這個系統 其實我們都可以做到一個 的封面評估 認為呢 再填資仔 這個就意義不大了 那也都要方便市民 所以我們就取消了 那當然呢 旅客來到香港這邊 最緊要是方便 口岸也很緊要 重建沙頭國口岸 或者重建進度的情況 是怎樣便利旅客 那沙頭國口岸 其實我們現在是一個 計劃階段 那我們就大致上 現在是有一個共識 會用一個跨河建的方式 就是在橋上 同一個建築物 一般是我們 一般是他們 但是也都會是 我們會建議是 引用這個 合作查驗一次放的方式 即是說出示一張卡 一個閘機一開 兩邊都可以過到 會是應用這個科技 所以在2025年 我們會落實計劃 嗯 這個兩地 多地合作 其實都很重要 其中 應急救援方面 都現在說 司令報告會提出 越港大灣區的 應急救援行動方案 防災 減災 救災 對於這些民生 其實都很重要 那日後怎樣跟 多地人一起 去面對這些 比如說天然災害的問題 是的 就著這方面 其實我們在 今年的6月 我們已經通過了一個 合作框架協議 這個就是 遇到一些天災人禍 我們三地 無論是香港 或者大灣區 和澳門 都可以互相排員去支援 現在我們去到一個 基本上 最後一個落實階段 由於我們不同的地方 都可以進入其他地方 無論是裝備 車或者人 都要存在一些合規 或者要符合對方要求的方法 現在我們已經 所謂認證了這個 綠色通道 無論是人或者車 都可以 認證了之後 以後很簡便 總之你那輛車是個人 不需要檢查 不需要檢驗 就可以第一時間 去到協助監 即是有危機出事的時候 不要減掉 是的 因為我們 有個資料庫 已經做了一個認證 包括裏面的器材 包括人員 這樣就會很迅速可以去做 當然 有事發生的時候 立即可以應對 是一個好事 但防範於未然 其實會不會有些定期方面 大家的溝通 先看看大家 根據現在的預測 位於菲律賓以東的熱帶氣旋 譚美會逐漸增強 亦天文台說 會在星期四稍後 到星期五初 會進入香港800公里範圍 天文台介紹 會發出一號戒備訊號 其實天氣的變化 可能突然間很快 或者你們會否定期 有些溝通 有的 我們會有演練 定期會有演練 在不同的情況下 我們怎樣協助 剛才你看到 現在好像打風 其實我們本身在香港 跨部門也有一個協助 當然天文台會掌控著 那個天理變化 我們都留意到 以往打風的時間 有些人還特別出海 去滑浪 我在這裏也想再講 整體樣的行為 是可能已經違法的 因為沙灘現在是打風的時間 應該關閉了 不應該去的 應該違法 影響自己影響他人 第二樣 你不單止為了製造你的危險 你是我們的救援人員 如果你有事的話 都會盡我們能力去救 亦都是為了我們 救援人員 帶來一些不必要的風險 所以 應該打風的時間 就不要增添你們的風險 乖乖的家 安全的地方 但引用科技這個方向 就很大黃道 施政報告提到 會智慧海關藍陶的推動 令到清關程序又快 人工智能可以應用 下去海關的執法範疇 我們不時都在報道新聞都說 那些竹子撕煙很多 都是上億計的 至少一億聲的捕獲 有沒有可以用一些技術科技 一照拍到他 懷疑撕煙 有的 其實你說這個是其中一個科技 例如海關很多次 在破獄的案件 都是透過一些大數據 人工智能 譬如這是什麼貨 是什麼國家 重量是什麼 其實電腦可以幫我們分析 很多可疑的情況 一天 是幾十萬件貨物 我們不可以每件去檢查 我們就是透過大數據 就是透過人工智能 減少一些可疑的東西出來檢驗 即是你說是膠 怎麼那麼重 對 或者是有些物品 在香港也明明比它便宜 還運進來 或者從來這個國家 都不會進去 那些東西突然會進去 當然除了執法之外 辯物也是我們無科技 例如我們懲教署 會用一個新的設施 就是現在 譬如是在籌人士 你去一些店舖 去買一些物品 還有買魷魚絲 還有那些在監獄附近的店舖 買得特別貴 資金市場可能賣十元 那邊可能賣三十元 四十元 局長很了解 所以現在我們就最好了 在開網上代購 那裏不需要 周圈流動到處撲 也不需要付出一些 額外不必要的金錢 局長剩下不足一分鐘的時間 未來局方的工作動點 和粵港澳大灣區方面 城市的交流合作又是怎樣 這個其實我們不停的部門 自己本身都已經是 就著一些滅罪 一些救援 都有交流的合作 剛才我提過 我們三地在緊急救援方面 會繼續進行我們這個合作的做法 以及特別在打擊 騙案方面 亦都會加強這個合作 大家記得留意著 保安局方面的網頁 很多時候都有很多不同的資訊 可以告訴大家 記緊要不要被人壓考 以及自己也要做功課才行 今天我們跟保安局局長鄧炳強 談到這裡 謝謝 謝謝 謝謝